觀眾朋友好 我們今天再來說兩個地方 下半場來談談 世大運在兩三天之後 就要閉幕了 閉幕還會不會有人去鬧場呢 今天臺北市警局宣布了閉幕市的時候的 這個維安警力部署 總共要分三層的警戒區 希望大道滴水不漏 另外特勤警察也會在包括球員進場 以及活動的附近這些路線 還有場內貴賓的這些活動區域範圍內 加強戒備 可是另外一個 今天的最新消息是 反年改的團體正式分裂 或許用決裂這兩個字更貼切的形容 因為不滿彼此路線的這些堅持 今天全教產宣布退出年金改革監督聯盟 但是另外一邊李萊希公務人員協會的理事長 他說也是該清理門戶的時候了 甚至他談到說 每次在打仗的時候 身勢快好的時候就看到飛彈從後面飛過來炸到自己人 然後飛彈理論上是從敵方過來 怎麼會從自己後方飛過來呢 當然言下之意非常的清楚 下半場來談談 當反年改正式決裂之後 未來的這種不管是對於年改的不同意見 乃至於其他的反對力量 是否會有一些影響 報導接下來我們來談談 反年改團體真的正式決裂了嗎 今天全教產正式退出監督年金改革聯盟 是不是真的是因為之前世大運開幕式那種所謂的少數的偏激的暴力行為 沒有辦法得到大家的認同 我們來看看 海北市政府今天警察局公布了兩三天後就要舉行的世大運閉幕式 但是如果再有人來鬧場的話 維安如何部署 世大運進入尾聲 三十號即將舉行閉幕典禮 台北市長柯文哲今天到松山分局進行閉幕典禮的維安總副席 他強調目前沒有人申請集會遊行 因此當天如果還有集會遊行 一定會嚴格處理 由於世大運開幕式遇到反年改團體抗議 丟煙霧罐持喇叭高音汽笛 為了避免干擾重演 柯文哲也強調閉幕管制會擴大而且嚴禁維禁品 台北市警局則表示閉幕式預計部署六千名警力 比開幕多了一千名警力 現場劃分七個維安分區 管制最外圍增設藍色位置七個管制點 檢查隨身物品 而且為了維護選手安全 也會為選手開設安全走廊 市大運即將結束 柯文哲已經定調閉幕不設巨馬 這段期間台北市遠景一刻也不敢鬆懈 柯文哲也一一走訪各場館 衛繞嚴謹辛勞 確保市大運能夠完美落幕 記者綜合報導 介紹下半場三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的秘書長 劉亞萍 劉老師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來賓大家好 非常感謝 不好意思 今天請人節又幫你挖來 我們再歡迎是軍工教聯盟榮譽的黨主席李延席 黨主席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晚安 資深的媒體人 陳靜然 大家好 今天我們來看看 這個是不是維安有一點點太過緊張 可是你想到開幕式那樣子的話 難免閉幕式要很緊張 我們來看看市大運閉幕式要怎麼維安 臺北市警局講說 在當天要有三層的管制區域 那要不要用巨碼呢 目前傾向沒有了 因為真的是很難看 你用那個鐵片那種巨碼真的很難看 可是還沒有決定真的不用 現在是傾向不用 那要用什麼來管制呢 大型的護欄 鐵馬護欄或是改道的這些牌制 六千個警力 也夠多了 六千個警力 安娘威 然後呢 所有幾乎臺北市的這些松山區 萬華區 文山區的各區的分局長 直接進出 為7個区域 分局長直接作證指揮 意思是什麼 誰出事 誰負責 誰把關接 這個就很清楚了 分局長直接任7個分區的這些指揮官 然後要增設7個管制站 提前驗票 提前驗證 再來呢 你如果包包裡面有那些微淨品 這樣有的我就不知道看表演 為什麼要戴斧頭 有什麼手指的鋼鐵 有什麼標刀 我就不知道這些人在想什麼 我不是講反連改 我說之前有找到這些東西 所以要隨身 要檢查你的隨身品 有沒有含微淨品 最多人帶的就是賴打 要吃粉 很無聊 還要吃粉 賴打這些微淨品 隨時檢查 周邊道路要交管 再來這個是 如果會有選手出現的地方 貴賓活動的區域 特勤警力就要進駐 要加強巡邏 反應太過度了吧 看起來滴水不漏 看起來 開幕式也漏了 看起來好像蒼蠅都飛不進去 這次你這樣看 他的 連螞蟻都走不進去 處理方式是非常嚴謹 當然是先前是因為有開幕式 可是先前的開幕式 那時候也是六千名警力 可是那時候就覺得六千名警力 怎麼會對六七十歲的這些退休兩百個阿伯 為什麼六千個警力 沒有辦法去處理兩百個阿伯 如果三十個處理一個 應該也處理得起來 那就是大家的疑問 那現在看起來這個處理 就是因為開幕式的出糗 那現在看起來 他有一個加強跟防衛 那我想以這種規模 或是先前被大家踏罰 那這個軍公教這次 那次的出事被大家踏罰 整個來看 呃 這個八月三十號的閉幕典禮 應該不太可能有任何 不會再出事了 再出事 那 再白幕也不會再挑閉幕式 這一天來鬧 但是心裡的不爽 會不會發現 我剛剛聽到的是說八三腰 八三腰不是有一個 呃 運動選手 然後呃 呃 要去被表揚嗎 因為這是八三零結束以後 八三腰要被表揚 八三腰要被表揚 反正從市政府到總統府之間 八三腰是選手要去那個遊行 接受大家的資訊 還有一個重點 八三腰是蔡英文總統生日 八三腰是蔡英文總統生日 你故意講這個資訊 不是不是不是 這是事實 OK 八三腰是蔡英文總統資訊 那你剛剛講的八三零可能不會出事 可是八三一會不會出事 那就不一樣了 那也就是說我還是抗議啊 我對於蔡英文的不滿 那天其實八 呃 我們看到八一九 其實也面對的是要對蔡英文 那沒有辦法處理到蔡英文 後來可能插槍 插槍走火 出現了這個狀況 那以至於 那個事情被這樣子 我們現在看起來 一陣惱罰 那那個心裡的不爽 或是軍工就要對於 他們在處理年金的不爽 有沒有消失 應該是沒有消失 被壓抑 八三零是世大運閉幕室 你認為說在這樣子 以及之前的踏法 所以八三零不會出事 但是八三一 你看我們這一次 臺灣隊的選手表現這麼好 拿了那麼多的金銀銅牌 然後呢 他們要在八三一 渡授遊行 然後去接受全民的這些致敬 歡呼以及感謝的時候 如果開幕式鬧場是笨 怎麼還會有笨到 再去鬧八三一呢 那他沒有要對選手 他給蔡英文總統駐售 可以嗎 那你最後還是讓那些選手 沒辦法順利得到 他的應有掌聲 那就看智慧 你要怎麼去處理的對象 是蔡英文 那在這個對象當中 不要去影響到選手 這也是八一九 大家在講說 你要對抗的對象 應該是蔡英文 或者是蔡政府 對 那你不應該去牽托 或影響到選手 或是我們其他民眾 觀賞這個球隊 在觀賞比賽 還有整個臺灣在這裡面 大家共同想的那個榮耀 他在這裡面 他覺得這些抗議的人 要把它切割 分開清楚 那以至於 看起來沒有被處理的很好 所以被包裹在裡面 大家情緒都非常憤恨的說 你為什麼要搞成這個樣子 那現在我剛剛講了 八三零 你剛剛這樣子 還有前面的前車之券 應該是不會 但是我講了一個重點 就是八三零 有一個特別的意義 確實就是蔡英文的 處理座的真實 請說 因為那一天 大概開幕那一天 我們都在場 剛剛那個來講 有兩個重點 我覺得很好 真是七個管制站 提前驗證跟驗票 因為我們是覺得 那一天的驗證跟驗票 就直接在門口 那對於後面的 違禁品的查禁 也都是在門口 所以跟那個運動場 跟運動員 其實是蠻接近的 所以會造成一些紛爭 到現場如果有紛爭 等於是大家都和在一起 所以其實依照這個來講 七個管制站在提前 這個是對整個維安來講 或者對抗議群眾來講 對 因為最主要的 那一天在現場 我們很多軍工教會 不滿的原因 就是很多人在那邊 發台獨的國旗 那個第一波的衝突 就是在那個時候 就產生了 那如果能夠把這個 維安的部分 這個所謂的驗證 跟這個驗票 跟維安提 挪到外面來擴大的話 我想這一些紛爭就會減少 不過主席 我請教你 開幕是你在場對不對 對 你是抗議的重要領導人 因為 那那個丟煙霧彈的 打警察的 那跟你們有沒有關係 我這麼講 其實剛剛講的 其實我們有一批人 抗議的重點是蔡英文總統 那這個長久以來 大家都知道 所謂的拔菜一直如影隨行 我們一直跟著他 那那一天七 為什麼七點多才出事 因為七點以後 蔡英文已經已經進場了 蔡總統已經進場了 所以原來在巴德 那一批人 就是要回遊覽車 那麼經過敦化北路的時候 看到這個 這個所謂的藍門那個地方 就是後來丟 丟這個煙霧彈 跟出事的那個那個 那個場所都在藍門 那因為他回來的時候 其實局長說 警察局長說的沒有錯 那時候所有的這個欄杆 圍欄都已經收起來了 我們沒有衝破任何的圍欄 大家只是 原先只是要去那邊照個像 那當然就在那個時候 有一些人就是 開始只是照相 照相完了 第一批人就走了 所以有人來 就是丟煙霧彈的人 確實是你們自己人 打警察丟煙霧彈 我我講 就是那個時候 那一開始是說 警察宅家已經解散了 那我們剛開始 去的第一批人 那時候就是 臺南的警察局 那一批人 退警那一批人 那後來 因為有煙霧彈的關係 開始要增加警力的時候 但你們去抗議 帶煙霧彈幹嘛 這個我想 如果你在講 其實臺灣的 長久以來的抗議場合 都會帶煙霧彈 哪有 沒有啦 哪有常常在帶煙霧彈的 你去看 從民進黨開始 就已經有這種歷史了 不是我們今天 覺得說 因為你覺得那顆煙霧彈 會造成恐攻的那個感覺 所以你會特別去注意它 其實 從一開始 所以那閉幕視會再來一次 我這麼講 閉幕視至少軍公教警銷的團體 現在是沒有人在召開 因為我們在記者會已經 已經閉幕視至少軍公教黨 不會做任何事情 對 軍公教相關的團體 也沒有 拔三邀當球員 接受民眾的肯定歡呼致敬 第一個是兩件事情 那 就不排除 我剛剛講 閉幕視並沒有說有任何軍公教的團體 會去邀請 可是像拔菜 他會不會去 他現在今天有表示 他還是要去 那麼還有其他的團體 也有跟我表示 他們還是會去 但是不是去抗議 可能去發國旗 或者怎麼樣的一個表示 重點不會在抗議 閉幕視還是會去 劉老師 所以全教產是 側頭側尾 不認同這樣的抗爭路線 否則幹嘛今天要退出 幹嘛要解散 監督年金改革聯盟 我要跟你講 監督年金改革聯盟 早就名存死亡 今天華華理事長也講了 幾乎半年沒有開過會了 今天是情人節 上次的開會 我有來是二月十四號 老師挑這種日子 我來開會 老婆說你情人節要不要開會 真的開會啦 不然這樣子 情人節那天就跟李萊西 就因為他去訴訟募款 我們認為不疑 在還在運動階段 你幹嘛去打司法戰 他就不疑 然後我出來說 你說不行 然後我出來講給大家聽 講給大家聽 就幾乎翻臉了 他就把我們在臉書的前線都關掉 那這次到今天 今天是七夕情人節 這半年來監督聯盟 幾乎沒有開什麼會或決議 坦白講實話 今天是對友人公務人團體是對內不遵守會議決議 對外拿著旗子亂揮 我這樣啦 那這次的活動行動 我是決策小組 我在群組裡面 我也沒有聽說 他們要開會 他們要開會 我當然會出來自主 來討論 我跟你講清楚 不是不能抗爭 很多國外的抗爭經驗 就是這種場合 但是你抗爭的時候 然後你要表達的訴求是什麼 抗爭是一種有紀律的行動 是 你抗爭要表達什麼訴求 要講清楚 我要怎麼動員 怎麼糾察 怎麼指揮都要講清楚 那現在的抗爭就是說 有的人喊一喊說 大家出來喔 衝喔 衝喔 然後發的人 咪起來 然後一堆人就出來 聽到嗎 他真的出來之後 大家都沒在台 大家都沒在台 出台就沒在台 我跟你說 風雞有兩種 一種有價值風雞 一種做數量風雞 然後 抗爭 抗爭 法上命的人 三上級 這次的事情 我講一句話 抗爭 這個民眾知道你的訴求 是哪會嗎 有啦 那天 那天我就三天 摸他 說 後來那個黃 黃理事長 還要來 說是為了反綠 沒有要挺綠能 要反人員政策 我說 你不是反年改嗎 你要幹什麼 就幹什麼 你覺得 反同婚的 對啊 你今天拿什麼訴求 就把訴求講清楚 然後不敢講 講一個為中華隊加油 騙笑的 說到要買 我是覺得 以前的運動 我們在的時候 要一個運動 我們要開會 要模擬 要動員 要指揮 要調度 你要達到什麼的訴求 要講清楚 今天我要到哪裡 要講清楚 那今天這個抗爭 活動真的亂來 喊的人不出來 出來的不知道幹什麼 逛街 一堆大叔逛街之後 就進去的時候 你如果 筑定的訴求 是今天 你今天發的結果 是在你計畫內 那我尊重 今天他們講的是 不知道 聽懂嗎 出了是不知道 警方亂抓人 不知道 我跟你講 樹都必有 孤枝 人都必有 白痴 現在沒有團體會發動 確實大家不敢掛名了 但是有沒有人心裡很火又出來 不知道 那其實坦白講實話 現在不怕那個 我跟你講 現在很多的抗爭 我跟你講 我說你們要抗爭 至少要有價值 像上次蔡英文到阿聯的光德市 我說我要去 我去的時候 我就當場叫大家 我們要怎麼行動 怎麼規劃警方 怎麼樣子 對不對 至少逼得蔡英文 不敢走大門 走小門 是不是 然後我們連他走小門 都在我們預測之中 他走小門 我們就開始喊阿 所以我的目標就是 讓蔡英文 所以全教產反對的 並不是這種激烈的抗爭方式 反對的是這種 沒有策略的 沒有擔當 然後沒有計畫的 隨便亂抗爭 但是我跟你講 抗爭要有策略 要選時機 選地點 柯文哲跟民進黨操容 很簡單 人家做虛擬來 所以八三腰 絕對也不是一個好的時機 對不對 八三腰 你要出來的時候 你要達到什麼訴求 抗議到有創意 剛剛好 你如果讓運動員覺得沒有影響 讓蔡英文很難堪 我就說你先說 這個才有創意 要設計 你要整個動作 就攤勘了 你不要跟我說 蔡英文很理想 運動員很難堪 你碰到 不對人了 你碰到 空間出來 我告訴你八 這次李萊西 出來之後 我跟你講 我們的體育界的 運動界的體育老師 走到鬢館 你跟他玩 鬢餓 那坦白講實話 監督人盟也沒有發動 全教產也沒有參與 攤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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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 我跟你講 空間不怕神對手 就怕豬隊友 你知道嗎 衝到這樣 軍公教 我講一句話 軍公教是這波 聯金改革 聯金二改的受害者 還無價真賣 面子李子盡私 走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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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他衝哪一回 李子沒了 連面子都沒了 李子連面子都沒了 那有人說我做大事 很強 沒有你 一個老師說他很輕 你如果敢站在你們學校操場 對著全生 全校學生 又賣客 我支持這種 空間 我就服你了 我告訴我 做老師很簡單 你如果不敢當民 對孩子說的事情 你就不要做 你如果敢做 你就敢說 是不是 我做老師冠名磊落 我覺得空間 我不是說 一定要暴力抗爭 暴力抗爭通常在臺灣的媒體氛圍都給你抹黑掉 你怎麼樣用很有技巧的抗爭對不對 讓大家可以理解你的訴求 有創意達到訴求 對 大家看到 如果沒有社會支持的抗爭 這種抗爭都失敗 越空間越多小 越空間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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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以來是空間後 我不知道賺到哪會 當主席我請教 其實在那個開幕師之後 我們也討論 我們邀請那個當天負責的召集人 黃理事長來了 他應該沒有負責喔 他是召集人 但是他自己個人是說要那個綠能 我會說綠能跟這個有什麼關係 不過這是題外話 但是重點是我請教他 丟煙霧彈的 打警察的 是不是你們的人 你要不要負責 要不要道歉 那時候他是說是別人在張抹黑 可是後來事實證明 我們來看看 攻擊遠景的 包括南臺灣抗暴聯盟 很顯然 這就是你們自己的周圍團體嘛 發言人嚴財人是被深壓的 然後呢 北院裁定十萬要交保 退伍軍人李玉冰 那檢方是說呢 依妨礙公務罪 二十萬交保 他自己承認 他打警察 他是說看到學長被那個架住 他很不爽的 就是那個打了警察 他承認 再來誰丟煙霧罐呢 也是南臺灣抗暴聯盟的成員 陳靜天 他也承認了 他丟煙霧罐 然後呢 交保限制住居 然後另外呢 也傳喚了黃東輝等七人 來做證人 我想問的是說 明明是自己人 出了事 怎麼不先查清楚 然後就算查清楚了 怎麼不就光明磊落 就是我們丟的 儘管是插槍走火 但還是我們自己人啊 我想第一個喔 這個嚴財人那一部分 其實我們就已經一再地呼籲 因為從所有的錄影帶 我們看得出來 嚴財人並沒有打人 所以我們就一再地呼籲 我們也一再地請警方 一定要把真正打人的抓出來 那實際上我們並沒有一個 任何的影片 我們並沒有辦法去確認是誰 那當然請警方再處理 那實際上這些案子發生以後 我們後來針對這一部分 我們也道歉過 那剛剛亞平兄講到了 其實所有包括黃東輝 這些我們處理的 當天的所謂的帶頭的人 從頭到尾 我們都在為這些這些 這些案子在做一些處理 我們並沒有跑掉 沒有任何一個人跑掉 相反的從警察開始 在南部他們家開始 完了以後 包括我們一再跟當事人講 是你你就要出面 就要承認 因為警方的所有的資料 都已經顯示出來 可是你們第一時間講的是說 是別人栽贓 沒有因為你沒有任何證 沒有說栽贓 我們只是說希望能夠真正抓到 那個換案的人 在裡面我們從來沒有說 這個是在栽贓的一個情況 我們是希望能夠真相趕快大白 那黨主席我請教 所以這一個模式抗爭的模式 會改變會修正嗎 我想其實在這一次的一個 一個事件以後 大家所檢討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這樣的一個 有為什麼會只有在退 這個退軍裡面 而且這幾個都是陸戰隊的 都是校級的軍官 那反而剛剛各位講的 這些人還沒被改掉 是 那為什麼他們的心理壓力 會這麼大 行動會這麼樣的一個 一個粗暴 反彈會這麼樣的大 那我這兩天我們 今天下午我們也聽到 國防部從今天開始到九月底 九月底 他的前面陸權已經禁止在申請 也就是說在這裡面 是不是軍方的軍人的這個 連改的條例要出來了 草案要出來了 所以我必須要去請大家注意的 就是說 就是軍人對於連改的不安 對 反而是 你看公教人員 我們大家一起出去 但至少在軍公教黨的指揮下 這個路線會修正嗎 你們會強勢的要求 我所有 有我出面的所有活動 我就是不准有這種擦槍走路 實際上我這麼講 丟煙霧彈的事情 一直在以前 出發以前 我們都一再強調 不能看到有火的東西 我這麼講 你就知道說 我們有沒有在 在限制這些東西 任何會引火的東西都不行 不要說煙霧彈 任何會引火的東西 我們都強調不能帶 不能產生有火花 我等一下要請教你這些意見 一開始就是這樣強調 這個對於未來 不管是反而改這些群眾的抗爭路線也好 乃至於對其他的這些 反對聲音的路線抗爭也好 會產生什麼影響 其實我們今天在講的 其實還有一個主要人 就是李萊希 比如說他講的 可能是台獨人士做的 中間還有一個插曲 說不是自己人 是某某人 不是有一個這個狀況 那也產生了非常大的一個衝擊 也就是說 在這過程當中其實 呃 我覺得 我談到這邊 他其實是一個鬆散 像剛剛這個主席在這邊講的 他內部其實有很多的 這個團體 那那個約束力是不夠的 那呃 那個每個人的行動力不一樣 他剛剛特別講 那這裡面 特別有一個狀況 就是軍人的還沒出來 那公教已經定案 所以今天呃 這個全教慘 他們說他們呃 一個階段性任務 因為他們已經被呃 通過了嘛 立法被通過 可是軍人的還沒出來 那有沒有狡兔使走狗烹 也就是說 啊 軍公教一起來啊 這些人都這樣 你不用想要好了 那在這裡面 是不是也有會 喚起一些呃 危機感 造成一些呃 矛盾 形成更大的壓力 我覺得會 那這裡面呃 呃有很多 每個人立場 像剛剛呃 老師在這邊講的不一樣 他講的也不一樣 我想軍方在這裡面 也有一些不一樣 所以軍公教 大概恐怕無法再成為一個 他不均職 他完全不均職 那不均職的狀況下 有人已經被這樣子了 那有人可能還在這裡面 他是不是還有機會爭 那在這裡面會產生不一樣的東西 還有一個狀況就是 主持人 明年七月真正口袋沒有的 那個緊縮狀況才會清楚 比如說現在他還有嘛 那明年真的欸 我拿到了我的那個 呃 帳本一打開 啊我的那個 少了三萬多 對 他有人講低階的是一萬五到兩萬 那有的少了三萬多 那馬上面臨 所以七月到明年底的選舉 那會直接的迸發 那現在當然沒有 你剛剛講了 絕對沒有正當性 現在看起來就沒有正當性 你鬧什麼鬧嘛 對不對 那這波也決定了 那現在就看軍人的這個年改 他們怎麼改 那真正會出現的 這個東西壓抑不掉 我剛剛講八三要去跟蔡英文助售 他遠遠的壓抑不掉 那這中間還有暴露 你剛剛給大家看的 國安在這裡面 是不是所有的情資 他的裂縫是不是很大 那我們剛剛在講這八三要 我不知道 國安是不是有這個情資 也就是說 他的內部的失控 恐怕也是一個問題 那這會造成明年底 那個混亂狀況 劉老師 這個會是你們反對的一個 重大挫敗嗎 我先聲明喔 南臺灣抗暴聯盟 不是監督聯盟的成員 監督聯盟的成員 是有立案的團體 要加進來的話 每個要繳一萬塊 南臺灣抗暴聯盟 至少他們沒繳一萬塊 他們也沒有 也沒有立案 現在問題是很多人 比如說同學啦 或者同梯的或軍系 賴一下就來了 賴一下成立群組 就取個名字 叫南臺灣抗暴聯盟 或世界宇宙無敵大聯盟 都隨便他 這樣之後都對 那因為成立之後 就要槍聲 槍最用的用 槍到最後就變這樣 所以要跟你講 這個南臺抗暴聯盟 不是監督聯盟的成員 那現在的抗爭 你會發覺到 現在很多是很多團體 如雨後春筍 他也沒有立案 你也做不到 他賴的群組裡面 call一call就來了 而且現在最可怕的是 孤狼式的抗爭 會不會有人要孤狼式抗爭 我覺得明年七月以後 真的有人 我知道可能大部分還ok 因為這連改沒有經過計算 真的有人活不下去的時候 他會怎麼辦 我這樣講 當他身後困頓 活不下去的時候 他會自殺 還是想辦法 讓他過不下去 付出代價 我覺得這一波的抗爭 其實我們從以前抗爭 蔡英文 只要跟蔡英文抗爭 沒有人反對 因為蔡英文民調很差 但是你牽托到這些運動員 這些運動員 出來的時候都對 畢竟大家認為 還是運動歸運動嘛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抗爭 有一點抗爭 錯了焦點 失焦 造成這一波 那至於830 831 我是覺得 如果你要抗爭 講清自己的訴求 有咖哩的咖哩等 不要控制了 就是現在黑白白 黑白無 這樣不好 是不是這樣 以上節目 在公視網站 家妻服務影音網 隨選觀看七天 好節目不錯過 公視家妻 讓精彩繼續 結婚到現在 咱們燉不燉就吃外面的 那家人給我來包餃子吧 你等一下 應該是十萬塊沒有錯 如果我黑村嫂的女兒 絕對不用看見我下去 你這個死亡是怎樣 怎麼到現在又死亡 才不會走 王姑 誰 你喔 我給阿春 阿嬤 阿嬤 你這不是訓練 你真是虐待 你老闆跟老闆娘 幾乎都走 阿嬤她這麼難溝通 與其要說服她 我還不自己來比較快 拜託你啦 太太 我今天就是要自己的工作 拜託啦 太太 太太 你怎麼這麼弱 如果有什麼問題 你拿什麼來推啊 阿嬤現在看到子親們 老鄭親的師父 願意叫我做菜啦 他們在畢業的前一天爆炸耳 主角們一腳踏入大人的世界 面對巨大的時代變局 他們必須做出選擇 一星集團就要大力推動媒體整合 是否要讓自己或這個世界崩壞 捐款贊助公視 可獲贈他們在畢業的前一天爆炸周邊贈品 想請按上公視網站 或播02-2633-201-9 媽媽 那是什麼星座 那是雄星 是一顆充滿智慧的星球喔 有顆雄星亮晶晶 有一天過往 傷了心 只會只是變得冷冰冰 不如想救雄星的太空三雄出發 飛了好遠又好遠 雄星人和地球人 9月1日起 看明天見喔 這我必須跟妳說 我是在做一個記者該做的事情 我想知道真相 有限後 那是雄星人和地球人 川南灘 而是雄星人和地球人 那是雄星人和地球人 現在是雄星人和地球人